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围绕新冠疫苗的进展,最近已经成为了大盘走势的重要推动力 相关疫苗股也是风头震径,如同上演生死时速的飙车 同时,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日益增多 下面几家公司是目前市场的热点之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看完本期视频,希望可以为您解决以下问题 一,股价飙升到底是不是炒作 如何为这些疫苗股正确估值 二,在众多公司中,到底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 三,最终该如何选择,逻辑又在哪里 希望看了这期视频的观众,无论您是不是这些公司的股东 都会对整个疫苗医药行业有个整体的认识 当然,视频的最后特别给出了疫苗医药行业的风险提示 大家不要错过哦 由于涉及到六家公司,所以视频时间比较长 但内容已经是非常浓缩了 如您有点低收获,请随手点个赞呗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从目前欧美疫情表现来看 基本上疫情已经控制不住了 病毒变异也是非常快 群体免疫几乎不太可能 所以,最终的希望就全部在疫苗和特效药的身上 正是因为这种高预期,让整个资本市场率先反应 但凡是疫苗概念,几乎都是大幅上涨 具体要理的东西,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但是我们可以测算一下市场 看一下如果研发成功,会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利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疫苗未来的定价区间 之前有消息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你将潜在地针对卫生事件的疫苗 定价区间上限定在40美元水平 不过,这个说法还未经证实 具体从公司来看 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 寻求以每季25至30美元的价格出售起新冠疫苗 鉴于Moderna的疫苗将分为两剂给药 这意味着每人需要50至60美元的疫苗 而辉瑞制药,向发达国家收取的疫苗费用 拟为20美元,即每疗程40美元 而阿斯利康公司,新冠疫苗每季 居估计仅为3美元和4美元左右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便宜的 这种算法太粗略,有的疫苗可能不止一针 按照新冠这个变种速度 一年一针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这家公司就太值钱了 如果按照下限,阿斯利康公司的3美元计算 至少也要对应几百亿美元以上的附加市值 所以一旦成功,上行空间依然巨大 当然除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有政治利益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了,这个就是资本市场看重这些公司的基础 下面我们来看几家大热的疫苗股公司 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疫苗研发的进展时间线 我们先来补充一个知识点 临床试验结果中 引起最多关注的就是T细胞反应 即双重免疫反应 在康复的新冠患者体内 抗体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而T细胞是对人体提供持久保护的关键 这对于研发针对新冠病毒 具有持久免疫力的疫苗而言 至为关键 Enovel和Moderna近期股价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调 此前,两家生物技术公司都报告了 有关其新冠候选疫苗的一些早期临床数据 但未见患者有T细胞反应 这是股价回落的真正原因 我们先来看大名鼎鼎的Moderna 股票代码MRNA 与传统疫苗相比 Moderna使用的MRNA疫苗技术 在疗效、研发速度、生产的可拓展性和安全性等方面 具有巨大的优势 多种病毒抗原能够整合进一条MRNA 从而可以生产传统技术难以实现的复杂多抗原疫苗 最新研发的试验性新冠疫苗进入了研究的关键阶段 第一批受试者接受了疫苗接种 评估疫苗的研究人员计划在最后阶段 即三期试验中招募3万人 Moderna的三期试验将在美国近90个地点进行 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疫情反弹较为严重的州 Moderna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称 非常乐观的情况下 其后期试验的结果可能最快在10月份公布 Moderna方面认为 公司仍然有望从明年开始 每年提供5亿至10亿剂量的疫苗 由于Moderna新冠疫苗每个疗程获高达50至60美元 而Moderna已从政府处获得近1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 这个价格远高于目前为止 其他制药公司新冠候选疫苗的拟定价格 引发国会预言不满 摩根大通最新将Moderna的股票评级 从增持下调至中立 原因是对该公司的估值感到担忧 报告称Moderna可能会得益于现有的动能而继续上涨 如果股价便宜 我们将建议买入 但现在看来 我们无法用基本面对这种涨势做出合理的解释 下一家 诺瓦瓦克斯医药 股票代码NVAX 是一家新型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 致力于发现、开发和商业化纳米颗粒重组疫苗合作剂 公司的疫苗技术平台是根据专有纳米疫苗重组技术开发的 包括病毒样颗粒和蛋白质纳米颗粒候选疫苗 此外 CPO生物制剂私人有限公司 其合资公司在印度 正积极开发一系列疫苗候选产品 也是由诺瓦瓦克斯公司转基因完成的 美国政府与诺瓦瓦克斯医药达成了16亿美元的协议 以资助这家公司试验型疫苗的临床研究和大规模剂量生产 诺瓦瓦克斯将在8月第一周公布其第一期数据 并将在秋季开始第三期的试验 其新冠候选疫苗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再来看下一家Biotech股票代码BNTX 被称为是另一个Moderna 3月公司与辉瑞签署了开发冠状病毒疫苗的协议 但是相比起辉瑞这个制药巨头 Biotech目前还是纯粹的新冠疫苗概念股 这家德国生物技术公司成立于2008年 去年10月在纳斯达克上市 Biotech和Moderna的相似点还不少 比如其研发的疫苗都是基于MRNA技术 又比如两家公司都还没有已经上市的产品 Biotech正在开发抗癌药物 目前有10种候选抗癌药物正处于临床试验中 合作伙伴包括塞诺菲、罗氏等行业巨头 Biotech这只股票的投机性非常强 完全取决于其新冠疫苗研发的进展 目前Biotech与辉瑞一共有四种候选新冠疫苗正在研发 在美国政府宣布支付19.5亿美元购买其疫苗之后 Biotech在交易平台Robinhood上的热度也在飙升 美国银行分析师将Biotech评级从中性上调至买入 目标上看是105美元 现在Biotech市值约为200亿美元 Moderna约为300亿美元 这中间的差距或许就是Biotech上涨的动力 但是如果在疫苗研发竞赛中落败 无任何其他产品支撑的Biotech股价也会遭受重创 下一家伊诺维尔制药公司 股票代码INO 伊诺维尔制药公司是一家后期生物技术公司 致力于发现开发用于治疗癌症和传染病的 合成DNA免疫疗法和疫苗 并将其商业化 公司已经获得国防部拨款7100万美元 来制造用于接种疫苗的手持设备 这是一种无针头接种装置 利用电脉冲将相关疫苗输送至人体 伊诺维尔于4月初开始了其INO4800新冠病毒后选疫苗的一期试验 这使其成为Moderna所提供的后选疫苗后 第二种进行人体试验的潜在新冠疫苗 计划在今年夏季末开始二期三期试验 现在重点来了 大家必须注意 新冠疫苗研发竞赛出现了新的变化 投资者现在更加青睐制药巨头 投资者正在改变策略 将重点放在那些有能力制造并研发疫苗的公司上 而部分生物技术公司的风险回报 在今年股价大幅增长之后 已经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 鉴于其规模和制造能力 下面三家公司 阿斯利康公司 强生和辉瑞是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关注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家 阿斯利康公司 股票代码AZN 公司表示 希望最早在今秋公布后期试验结果 如果试验成功 疫苗有望在今年年底获批 在获得批准或紧急使用许可后 阿斯利康预计将在全美供应三亿剂疫苗 同时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一项12亿美元的协议 以购买至少三亿剂阿斯利康 与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疫苗 不过分析师普遍认为 阿斯利康疫苗的试验结果 不及辉瑞和BioTech有竞争力 但是不是全都是坏消息 阿斯利康公司的新冠疫苗 每季只有3美元到4美元左右 第二家强生公司 股票代码JNJ 这家公司在第99期的视频中 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回看 强生公司在7月末就1000名成年人 开展一期二期试验 并有望在9月份出试验结果 届时若一切顺利 强生将立即启动第三期试验 强生预计在2021年年初报告结果 并在3月底生产1亿剂疫苗 同时强生将扩大其在美国 和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 以便能在准备就绪时 能够提供超过10亿剂的疫苗 最后一家就我个人而言 在6月份的视频中 我选择了辉瑞制药公司 股票代码PFE 这是目前唯一一家 我所持有的与疫苗有关的医药公司 下面的两张贴图 是我在第83期视频中 给出的我对辉瑞制药的态度 辉瑞股票对我来说是一支防御股 也是一支机会股票 公司最近的主要项目 是其冠状病毒疫苗 该疫苗目前处于 二三期临床试验中 如果辉瑞成功地将其疫苗商业化 它可以从随后的全球销售中 获得巨大的增长 这是目前这支股票需要观察的重点 辉瑞的试验则将从美国开始 但将扩大到海外的约120个地点 辉瑞将为美国提供 至多6亿剂疫苗 美国联邦政府与辉瑞 Biotech达成了一项 19.5亿美元的协议 将购买一亿剂这两家公司 研发的新冠疫苗 此外 联邦政府还可能根据协议 额外购买至多5亿剂疫苗 按照美国政府的承诺 美国人民将免费获得疫苗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剂量最大的疫苗供应协议 辉瑞公司收取的疫苗费用 拟为20美元 两次为一个疗程 即每疗程40美元 辉瑞和Biotech表示 到2021年底前 疫苗产量将超过13亿剂 目前看来 新冠疫苗竞赛 辉瑞和Biotech是初步赢家 和莫德纳不同的是 辉瑞未接受过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援助 这个在将来与政府的谈判中 会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辉瑞的其他方面 作为制药股 辉瑞的扩张速度 并没有某些投资者希望的那样快 在过去的5年中 该公司的股票增长了21.5% 公司过去一年的资产回报率 略高于8% 但是在过去的5年中 辉瑞的资产收益率增长了104% 从长远来看 这可能意味着辉瑞的领导层 已经变得更加有效 可以选择富有成效的投资 在过去12个月 辉瑞的每股收益增长了37.5% 虽然我不会说辉瑞公司的业绩 要比其他疫苗公司要好 但在我看来 是风险相对较少的选择 但辉瑞的股价 从上次介绍到现在 已经上涨了20% 绝对称不上是便宜货 如果辉瑞的疫苗 不能通过临床试验制造出来 那么它的投资将被浪费掉 尽管如此 我仍然在综合考虑以后 选择了少量加仓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当然 这里的确有投机其疫苗会先成功的成分 这里也仅仅是我的个人操作 大家不必在任何方面和我保持一致 最后 我们必须谈谈风险 不得不说 现在耽误自己 就看谁的疫苗能够率先出来 投入使用 这个非常关键 等别人的疫苗都销售出去了 那么市场也就被收割了 选用了一家的产品 另外的产品可能就没有市场了 研发投入也就都打了水漂 至于以后 也很难说 当新冠恐慌情绪过去以后 可能需求也就不那么强烈了 比如流感疫苗 一旦控制住了传播之后 最后也并不是每个人每年都要打 所以预期和最终形成产业 可能是两码事 率先问世的肯定吃肉 动作慢了的弄不好 连汤都喝不上 还有一种极端结果 就是这次疫情会重复当年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历史 在爆发后的两年后便完全神秘消失 而其消失的原因至今无法得知 所以这次两年这个心理界限 也是这些医药公司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就是生物科技战场的残酷性所在 就目前情况来看 已经有一些产品进入了三期临床 另外一些企业在产能方面也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确保只要疫苗没问题 马上可以量产 除此之外 特效药也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 恢复性血浆和丹克隆抗体是新冠特效药 已经在开展临床研究 但是产量有限 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但这一切还需要时间 如果病毒不自己消失 全球对新冠疫苗的需求将持续至少数年 到2022年 全球可能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而且如果新冠疫情季节性或长期出现 人们可能每年或是每个几年都需要注射疫苗加强针 总结一下 目前新冠疫苗尚在早期研发阶段 传出的消息就已造成公司股价乃至大盘的巨幅波动 这是由于关于新冠疫苗的消息错综复杂又难辨真伪 美国国会才决定对上述几家 在疫苗研发中领跑的巨头企业进行质询 希望了解在这场疫苗竞赛中 公司们是否仍然遵循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 但是据透露 本次参与调查的议员购买了相关企业的百万千万美元的股票 所以国会本轮质询的可信程度大大降低 主要是一旦疫苗临近研发成功乃至真正上市 其中可获取的巨额利益更是超出想象 最后对大盘的影响 随着今年秋季有更多积极的新消息公布 关于疫苗股利好扎堆 一旦现实比预期好 市场情绪将得到改善 诚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接种疫苗 但随着疫苗更接近正常使用历程 这部分利好将转化为更好的经济增长前景 因此 疫苗股已经成为标准普尔500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希望大家点赞或在评论区留下支言片语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同行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